想不到范志逸不但球体的好演戏也这么棒 简直不给小鲜肉活路了 本来范志逸在繁花中就是客串个配角 没想到人家临场发挥 把演戏多年的糖烟都逗得喷饭 在剧中范志逸和专业演员对戏毫不落下风 不但台词上有来有回 就连表情动作都拿捏得非常到位 俨然是一个老戏骨 当年在足球场上范志逸威风霸面 无论是甲A还是英甲 他都是气场十足堪称球队的定海神针 因此人颂外号范达将军 2002年他本次出演 在电视剧《壮志雄心》中刻穿了一个角色 从此之后20多年里 范志逸再也没有任何影视作品表演的经验 这次范志逸接到了繁花的邀约 导演组想让他来饰演剧中的范厂长 刚拿到剧本时 范志逸担心自己演不好 达不到王家卫导演的要求 他起初是不太想演的 不过王家卫导演多次邀请 并给了他很多鼓励 范志逸的妻子也给他加油鼓劲 于是他下定决心出演繁花 尽管在剧中出场时间不多 但是仅有的几次亮相 范志逸都努力诠释好人物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一出场 他就给唐燕饰演的汪小姐来了个下马威 一亮相 一个脾气火爆的形象就出现在观众面前 不过这只是老范表面的样子 私下里为了讨好汪小姐 让他给自己点面子 不但准备了冰棍 还吹嘴范志逸就住在自己隔壁 90年代的范志逸 确实是上海滩乃至全国足球的旗帜人物 1995年获得甲A最佳射手 带领上海生花获得十连胜 提前两轮夺冠 1998年转回到英甲球队水晶宫 当年就获得年度最佳球员 还担任过球队队长 范志逸在繁华这段表演完全是临场发挥 没想到播出后 竟然成为了全局的名场面 和他对戏的唐燕直接笑喷了饭 场外的王家卫导演也表示 这段戏全都留下 一秒也不删 看到这儿不得不佩服王家卫导演选人有多绝 他坚持让门外汉范志逸来饰演老范这个角色 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一位男族运动员来演戏 范志逸用高广表演证明 踢球的一样可以演好戏 只有短短几句台词 范志逸却靠精彩的表演 把老范这个角色演活了 唐燕那个喷饭的动作一点不像是演的 甚至有网友喊话范志逸 让他别踢球演戏吧 比那些小鲜肉强多了 范大将军在多演几场 可能就要被提名最佳男配角了 之后就是最佳男主角 大家对范志逸在繁华中的表现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解读经典影视 透过光影品媚人生 我是靳哥 期待你的关注 拜拜 by bwd6